当我惹菜小狗生气后 原来偷偷跑出来是在给我买好吃的 但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 小狗你别自残啊 傻瓜你在想什么呢 不是对不起吗我错了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我知道你喜欢榴莲 特地给你调一个 给我的吗 那小狗真好 没关系你用着习惯就好 你要是习惯就好 还有什么 永不脆弱 何况那算什么事 完了瞒着蔡小果偷看公司新来的员工 没想到 我靠他出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靠我真是服了 没事总搞什么图体检查啊 有 他们在搞什么猫腻 你们干嘛呢 听说公司新来一起来 大家入力了 看我可带尽啊 啊 我才不看呢 我由我们家小果的 喝喝喝喝 谁稀案呢 我看看我看看 傻瓜这么带尽啊 你嘴好像有点不对劲 怎么又流鼻血了 我靠他出来了 哎 这个人看着有点眼熟啊 我去这不是 完了瞒着老板勾的心 没想到他和老板是这种关系 老板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人看着有点眼熟 我去这不是 蔡小谷 你怎么在这 我知道你在这上班 就转人安排一下 安排这么转 你怎么流鼻血了 我来帮你擦一下 老板 他鼻子破了 别说了别说了 哎呀 你看我跟我大外甥说句话怎么了 大外甥说句话怎么了 大大大大大外甥 你已经说好了 在公司不提这事吗小姨妈 哎呦你妈 玩着老板偷偷跟他小姨妈约会 居然差点被老板搅黄 哎这 事情是这样的 下班了美滋滋 小谷 你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去看电影了 好呀 哎 你不能走 明天开会的文件老板 明白我做什么 哎 先不管了明天再说吧 哎 小谷 你让我怎么交代 哎 哎行我知道了 那个我拉肚子啊 你先撤吧 啊一会我跟你写出来 先把他哄走再说 哎终于逃出来了 哎小谷你还没吃饭呢吗 我知道有家饭店特别好吃 我带你去吃吧 哎这 可真是阴魂不散 哥你真不能走 老板已经打电话了 让你今天晚上必须出来 我 celebrated 我 啊那个老板 老板生明天会就不开了吧 哎 这 哎 又怎么